你好 你看馬目前 以手來看來講都是曲的 手指頭也是曲的 手腕也是曲的 連肩膀都是相內縮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慢慢來 所以我們不能夠 一次就把它翻到它正常的一個角度 我們可能會先看一下 它目前的角度 大概在哪裡 然後可能先維持在哪裡 你看如果以這個關節 其實我們慢慢的 因為剛才已經稍微動過 你看這樣的角度 到這裡的角度就是正常的角度 我們正常的角度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維持的時候 停一下 停一下之後等它鬆一點 你自己會感覺到肌肉有點鬆 你鬆的時候再來 再換這個手腕 就讓它盡量慢慢的 不要硬去扳它 你覺得已經到了一個 那個怎麼講 到了一個你覺得是一個末端的一個點 以媽媽的狀態來講 你就先挺住 挺住等它肌肉 因為你覺得肌肉又稍微軟一點點的時候 才慢慢來 所以你看如果以現在這樣的角度 跟剛才這樣看起來 現在的角度就會比較開 這種都不能夠太猛 太猛有時候一拉會受傷 你放開之後 你看它可能會回復到原來這樣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它的肌肉長 已經稍微比較 比較鬆 這種東西不能快 現在你放開你會發現 比較鬆比較軟 這裡齁 這裡是目前比較緊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才可能試了一下 你看它這樣的角度 可能你要到 一百八十度正常一百八十度 你要到一百八十度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你也可以記錄 比方說我們今天做這樣的一個角度大概多少 假設這樣差不多九十 一百左右 你就可以慢慢這樣子做 你每天都有來 每天都這樣 拉到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一個 我們覺得是媽媽目前狀態 最後一個狀態就把它先 停住 把它停住 就讓它慢慢菜來 每天這樣子動 會拉開 這裡的肌肉就會 不會那麼緊 你目前看到都很緊 連這個肌腱都看得到很緊 對 我就在想那個肌腱 那麼硬 不知道要怎麼樣處理 你看 我們這樣拉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比剛才開的 其實我們也沒有 但是那個肌腱很硬 非常硬 是因為這個肌肉硬 這個肌腱連到它 所以手綁不開 所以就是 基本上我們在做都是很溫和 我們不會去外面這樣喬 不會說弄得很費力 很費力 基本上你這樣動 你也可以感覺到媽媽這個肩關節 肩關節的 薄動的一個情形 而且 因為這裡鬆 這裡也會影響到這裡 所以 不要急 媽媽放鬆 好 你自己觀察那個角度 有沒有 好 是不急 可是就是溫和這樣下去處理 好 有時候我們做的時候 如果媽媽那個反應比較大 有時候 我們就會稍微再反應 因為盡量不要讓它引起那種反射性 然後 這樣子肌肉又會 會印起來 這是做什麼動作? 我沒有看過 沒有 在這個肩膀的肌肉稍微動一下 然後軟一下 所以你一邊是在肩膀上 一邊是在手臂上 因為這個其實都會互相影響 都會互相影響 都會互相影響 你看這角度有沒有 你看這角度有沒有 好 自然比剛才就是差很多 可是這個要每天做 就是跟您講的一樣 你好像把它推到上上 一下子 這種就是這個樣子 這種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 可是隨著你越做 表示我們剛才到這裡花了十分鐘 你每天做可能 下次到這裡只要五分鐘 再來可能只要三分鐘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 你做得很好 有沒有 你的角度你自己看就知道 你每天可以自己過來動一下 你就知道說 其實它是 它是有改善 而且這個需要時間 這個需要時間 相對你看 這一邊的肌肉比較緊 相對這邊就是鬆 所以你要嘛就把它放鬆 要嘛就讓它變假 這樣也是有 什麼叫做把它放鬆 怎麼樣讓它 現在緊嗎 對對對那怎麼樣放鬆 放鬆我們剛才這樣拉就是 這種就是有點像牽拉 牽拉就是讓它放鬆嗎 現在就是有點像拉筋 我們講比較白話就是拉筋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難的是 增加它這裡的肌肉力 因為媽媽現在可能沒辦法自己動 如果它可以自己動 參加活動 這裡的肌肉力量強了 這裡也會比較少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我本來以為說可以在那個筋上面做功夫 你如果去外科很多它是幫你把筋切一切 那如果有黏住啊幫你切一切 我是把它用紙壓 紙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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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改成用紙壓 對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動都是一些簡單的擺位 還有一個簡單的拉筋 你看它看自己的手 對 很好 對 像這個外面 像我們現在拉外面這個就是用肩膀的 這個肩膀也是啊 肩膀的關節也都有受限 可是我們不急 就是如果你每天都有來到去不要急 就跟你幫媽媽擦臉一樣 其實是一個很溫和的動作 在跟它互動對不對 最近我是發現它這兩塊肌肉非常的硬 硬 這兩塊 這個是緊 夾夾 這個這裡 是不是這裡 你可以摸到這裡有一條筋 有啊 我知道那個筋 那個東西就是我剛才講的內縮 對 因為它為什麼會內縮 就是因為它肌肉 肌肉 它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它跟軀的跟縮的肌肉都會變強 變硬 它硬的結果就會讓你失去功能 因為我們要做活動 肌肉應該是要軟的 而是讓你能夠控制的 對 應該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其實媽媽我們幫她做了 應該說這個是第一個目標 讓她的關節還有肌肉回復到比較接近正常的一個範圍之面 第二個就是其他像媽媽當然你說她來看手 她說這個是她自主的動作 這個是我們最後的目標 期待 就是說她要產生一個自主性的動作出來 她現在這個手的自主性動作蠻多 自主性的動作一出來 那就是代表她能活動 對不對 我們的想法其實就是這樣 那這個地方你怎麼處理 這個地方躺著比較不好處理 因為躺著那個肩胛骨被蠢部壓住了 因為你這裡要動肩胛骨會動 所以如果是坐著會比較好處理 可是也不是說完全不能動 像我們剛才這樣子 你看她現在已經到這裡就已經是一個角度了 所以你也不用說挫折或現 躺著你可以慢慢再動 動高一點 這樣就可以拉到這條肩 對對你就是把它動一動 然後感覺一下 感覺一下 你就可以看 假設我們剛才是到這樣 就是動一動 就跟剛才那個其實是一樣的 讓它生長 這樣子同時也把這條肩拉開 可是我拉的時候我覺得 好像拉得很緊 我就有點擔心 沒關係嗎 所以我跟你講你不要突然 你突然 突然它一定會受傷會痛 你下次再拉它它就 對 我摸起來已經很硬 對 你這種東西就是慢 你不要不要急 所以有些你去外面 硬給你喬 那個不行它會痛 在那個瞬間感覺好像它動起來 可是那也就是用太強的一個力量 基本上我們其實都是很溫和的來做 所以你看 現在這樣已經有一點點比剛才大一點 可是你感覺到已經到一個 你媽媽目前來講 是一個 末端的一個角度 你就先挺 不要再扯下去 再扯下去 會受傷 因為你也感覺到這裡 隱瞞 所以不要擠 不要擠 因為每天都有在動 每天都有在動 就不要擠 你看如果能夠到這裡就90度了 你看如果能夠到這裡就90度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隻手目前大概70度到80度左右 如果你再動這個看 你會發現 欸 起點已經比剛才好多了 對不對 你要再多動幾次它就會 會再好 剛才我們是沒有到150度 剛才也到180度 沒有到180度 剛才到150度 剛才是差不多 剛才到150度 所以 這種東西你看 你看 有沒有 有它跟剛才 剛才一開始是這樣 手也是一樣 手也是一樣 你看 媽媽的手還沒有那麼 欸 所以我們 這個要把它打開 再把它打開 再打開 再把它打開 打開 你看 5號 所以 就順便 有沒有 這樣子也是在動肩膀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手肘 其實已經比較 比較直了 如果你跟剛才擺下去比 有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會稍微 輕輕的靠著它就好 有沒有 然後你看它的肩膀 肩膀基本上現在就是動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子是 我們都沒有用盲力了 我們不是很溫和在這裡 你自己可以感受到媽媽什麼時候放鬆 放鬆的時候你就稍微再加一點點 你可以感覺得到 它如果硬的時候 欸 你就 就 跟它 跟它互動 就對了 所以你看它的手肘 現在這樣沒有很漂亮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那個是有時候是比較明白 就是說 畢竟還是會受到那個 大腦神明細胞傷害的一個影響 或是說 基本上的概念來講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你說那個兩個肩膀往裡 你說這個要怎麼樣 那你說其實 那你說我們就是 讓它擴胸 對不對 就是擴胸 我們怎麼讓它擴胸 因為媽媽 現在它是因為靠著 如果你跟媽媽溝通 他可以跟你說 他如果 因為他現在這裡會緊急 你現在他脖子長幾個這樣子 他如果第一個 他自己可以放鬆下來 你這肩膀這樣子稍微下壓 輕輕 我們現在都輕輕的靠著而已 然後我們都很輕 我們都不要用盲力喔 會受傷 你看喔 不要用盲力喔 都是很輕這樣子 像剛才我們 你看剛才我們肩膀推下去 你看媽媽的頭 就自然就 好像去 對不對 另外要放鬆 因為你想喔 我們 任何人 頭長期維持這樣子的姿勢 肌肉當然一定會抽 所以那個是正常 正常 就是不舒服 就是壓 就是 給他壓這裡 輕輕的 可以喔 你可以跟他按摩 按摩之後 反正就是一邊按 然後 輕輕的 有沒有 輕輕的 有點像我們 帶小孩子 小孩子 你媽媽抱的時候 很規律的 摇他 你很規律的一個 很規律的一個動作 進來他會覺得 很放鬆很舒服 所以肌肉的強度 自然就會下 不要突然間 突然間他就會 會起 你可不可以幫忙看一下 他整個身區 有一點點 這個 我把他綁起來 你把他打開 他身體 不是在一個正常的正位上面 對 你看看怎麼樣 可以 教我一下那個動作 怎麼樣讓他 是 擺正 上次物理治療師 你沒有請教他 上次沒有講 到這裡 這個東西 老師我們就去囉 OK 再給我幾分鐘 不行 你要全部打開 你才知道他整個身體不是 沒關係 我們先這樣看可以 對對對 你看 這個可以 基本上我們 護診這樣板 高度就不一樣 你看整個身體沒有辦法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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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我就說這怎麼辦 怎麼處理 這有時候 沒有我們想的那麼 那麼快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你看它是比較 典型 我們如果一般CVA應該是 下肢 生肌會比較 比較強的 它是趨肌 有沒有 它是趨肌 其實我還是比較建議 還是先從最基本的 剛才那些 動作 那個 角度 你看現在目前這個 腳踝的角度 這樣也還不夠 其實還算不錯 可是 還沒有做到最好 可以幫我關一下那個 關一下嗎 因為現在把那個被子打開了 打開了 下面 還抽 像這個腳目前應該是內縮 所以你說 這隻腳根本就是很難 把他這樣固定起來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這樣子 扳開 是 廢力 代表 它 這個內縮 內縮的肌肉比較緊 對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 把內縮的肌肉要放上 所以我們應該是 要讓它開著 是 不然它就會整個人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夾在中間 對 用那個夾住沒有 可是我們就是說 你來幫忙做活動的時候 這個腳可以 你看 像我們現在在動 你看 我們假設我們 我們現在還沒有很用力 差不多是這樣的腳 就要差不多是那個枕頭的腳 可是這樣還不夠 對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很溫和 其實這些動作都 每個關節都做好了 它的 事態自然會比較 回來 最主要是 還是受到那個 神經的一個 影響 會影響到肌肉的力量 你看現在就比較開 有沒有 你就不要急 就不要急 有時候不用說一直跟它 盯在那裡 就放鬆一下 再來 你就會發現 很快又 至少很快又比剛才好 到了一個點 就跟它盯住 盯住了幾秒 就讓它再放鬆一下 像你現在看 有沒有 很明顯跟我剛才那個 你一開始要遇到主力的時候 已經到這裡 主力出現 就已經明顯比分了 這種就很明顯 所以 不要急 它這只是需要花光 可是這裡 這裡沒有時間做 因為這裡是比較長期燒 長期燒主要是 還是以護理為主 如果你要做到這些 還是要到醫院 比較有復健科的部分 這樣子 但是復健科它只是教你 它不會替你做的 會啦 每次去的半個小時 它會幫你做 半個小時它會幫你做 可是它會給你一些家庭功課 你還是要回家 回家要有人幫忙做 因為復健這種東西 只是要照三餐 照三餐來做 你看我們都是跟它 跟它維持住 這個很重要 你看 這個很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 肌肉張力出來的時候 越來越開 就讓它內收肌的強度 越來越柔軟 也不要想說 這個一次就好 這裡沒有 這個要 所以你說 你要喬到像去外面喬 可以 我現在硬扳開 也是開 關節都那麼大 可是中間過程中 也沒有造成肌腱的一個 拉傷 一直大 對吧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 我們現在這樣 很溫和這樣做 其實就很好 可以 對吧 這要躲開 就要開到就是像我們 平常人這樣 所以要喇喇的門開 不錯 媽媽今天很配合 睡覺比較有體驗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先這樣 他也可以好像可以這樣 把骨盆這樣動一動 這個都會有助於 有助於他整個 滋害會比較好看 好 你就先做看看 好 下個月你再來 對 他們現在都會問我 他們都會公告在櫃台那裡 對對對 因為我有跟他們講說 我們這樣一個一個通知 我說你們弄個公告 對對對 這樣你們就比較了解 有想法做了之後 我們可以再來分享 對對對 好的 好的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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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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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